肖战与杨子和拍的余生已杀青了很久,期间经历了二月风波以及平台更换,至今迟迟没有播出。 两人在去年两次盛典中各种互动为剧宣买小伏笔,尴尬的是,剧集一而再再而三D演播,转眼三个月又过去了。 三月二十日,网传杨子肖战主演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资源疑似泄漏》,引发了剧迷的极大震撼。 发贴人认为,这件事显然是内鬼干的,因为外人根本无法接触到偏远。 这说明,想给肖战添堵的人甚至都渗入到了平台内部,至于对方出于何种目的,目前不得而知。 从网友的晒图来看,确实能看到某平台已经能播出全集。 倘若消息为真,那意味着剧方全部的心血已经付出东流。 不管是谁泄露的这都属于违法行为,不过也有可能是剧方自己的宣发手段,目前来说还难下定论。 有网友表示已经看到疑似泄漏的资源片段,有男主换衣服的画面。 看上去像是射评的二次传播,疑似是内部人员泄漏。 假如剧中真有这一幕那称的上市粉丝福利了,不过对叶已成名的肖战来说,他也算是畏惧献身,做出了不小的牺牲。 而且旁边有显示集数,看上去仿佛是全集。 但是很快就有网友出来打假,认为这是在散播焦虑,建议投诉给视频平台方。 从爆料截图来看,号称能看全集的是类似一个观看影视剧的APP画面,显示的是更新到32集全集。 但其实这种图片很有可能造假,在网上手动输入居民搜索后,就会看到很多类似的观看页面,显示的都是能够播放全集,但其实没有内容。 所以不少网友也认为说是资源泄漏是假的。 对于流出的这一段,有网友从专业角度表示其情节过于虚假,因为医生除了进手术室,一般就脱个外套穿白大瓜,根本不会出现这一幕。 在一些网友看来,这或许是剧方故意放出来的,以此来提升剧迷和粉丝对余生的期待。 其实余生已经不止一次被质疑所谓专业性了,作为一部医疗剧,先前肖战用嘴咬白手套的剧照流出,就有专业人士指出这是错误行为。 如今来看,这部剧中涉及专业性的问题似乎还有不少,这对于一部带播剧的伤害,可以说是致命的。 虽然全集目前并没泄露,可以让剧迷和粉丝稍微安心,但是还是有片段流出,对于余生的影响客观存在,涉及到版权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余生,请多指教拍摄于2019年,主演是杨子和肖战,分别是当年热播剧的主演,顶留人气担当,所以外界对于这部剧一致给予厚望。 不过2020年一整年也未播出,期间还传出视频平台收回版权,转卖给其他卫视的传闻,然而最近又有爆料称余生将于近日定档,自家卫视争夺版权的说法,到现在也不确定究竟是哪个平台能够播出。 虽然对于观众来说,哪个台播都无所谓,但对于播出平台来说,自然意义不同,彼此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另外就在20日当天,才刚刚有爆料称芒果台会将余生和冰余火两部顶流的剧连着排,安排前后脚播出,转足了话题度。 到了晚间却突然又曝出余生资源疑似泄漏的传闻,自然令人心生狐疑,遐想连篇。 虽然此前也有剧集遭遇到资源泄漏,但这次爆料的时间点恰恰发生在余生,请多指教即将定档之前,而且泄漏出来的画面也算是剧中的爆点之一,相当精准,就十分微妙了。 至于泄漏的源头究竟在哪里,还是希望平台方能够严肃对待,认真查起,好好处理。 毕竟一部剧可是凝结了台前幕后众多人的心血,不应该被辜负。 对于肖战来说,遭遇类似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参演的《狼殿下》也发生过剧集画面提前泄漏的情形, 从图片字样来看,疑似是在送审过程中泄漏。 肖战的上部剧《狼殿下》就是免费播出的,对于剧方来说,这称得上是一桩亏本买卖。 这次余生距离杀青已过去了两年之久,倘若继续拉扯播出平台,最终势必会走上《狼殿下》的老路。 不管余生全集泄漏的消息是真是假,都希望大家能做到不买不看,静静等待正版播出。 每一部剧都是全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血凝结而成,哪怕它真的是一部烂剧,那也要交由观众说了算。 希望剧方能度过这次危机吧,也希望余生正版早日和观众们见面。 余生《请多指教》是由一部小说改编而来的,所以算是一部网播剧,听说这部剧在还没有杀青的时候,就因为该剧的剧情很有看点,再加上男女主肖战和杨子的热度,还有人气都非常高。 所以芒果台还有东方台在剧里力争之下拿下了优先的版权,那意思就是说,这部剧将会上新双台播出。 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平台播出,最主要是现在两个平台争相取得这部剧的优先播放权,就足以见的这部剧,它的题材和热度是非常符合当下观众们的需求。 大家对这部剧的剧情很是了解,那么应该也看过小说版的吗?你们还记得小说当中有一部非常经典的话,那就是女主对男主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依然还是在那个夏天选择遇见你,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表明了对双方那份至死不渝的爱情,这不正是我们大家所向往的吗? 听该剧的剧组在当时拍摄的时候透露,在这部剧当中,男主部位对女主说的一些土味情话还是非常多的,不知道小飞侠们看到这里有没有吃醋的感觉,此时是不是幻想自己就是女主的人选呢? 大家可以在下方的图片当中看到网友们对这部剧期待值是如此的高,纷纷呼应说尽快开播,不然的话都快变成余生奶奶了。 前段时间该剧的男女主肖战和杨子基本每一个活动当中都会同台出现,这也给网友们打了一个定心丸的,难道两人的合体是为了这部剧的宣传吗?看来这次溜粉是真的了。 这一次也希望这一事件能够得到妥善处理,余生请多指教请尽快播出,顺顺利利和大家见面吧。